这也就是耍耍嘴皮的功夫 那有本事 你赶我走一个试试 好 我现在就送你出府 来人 不用 我自己走 你要干什么 送你出都军府啊 永远不能再回来 给我乱棍打死 扔出去 是 住手 红叶哥 不是 我 特军 我恐怕 命不就已了 看来这次你伤得很重啊 我要是再也不去医院 恐怕 就熬不过今晚 要不要我帮你背车 这样你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可以夺车而逃 跑得更快 是不是更和你一样 就你这点小伎俩 还想瞒得过不啊 还想瞒得过不啊 小红叶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 从醒来到现在 你逃跑不成又反抗不了 就用了反剑剂 鸡降罚 苦肉剂 真是一刻都没有歇着 既然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就不能放我一马 因为你是我的丫鬟 所以呢 所以没有我的允许 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 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 我劝你死的这条心 你的生死 不过是我的一句话 行 我放弃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以折磨我为乐 既然我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了 用的招数都被你拆穿了 我干脆就放弃了 丫鬟也好 通房也罢 都军想如何就如何吧 放心 我会仔细想想 该如何玩你 写干净 写干净 走 如梦姑娘 怎么着急了吧 等点以前 一会儿 有的是时间让你敲 我们不再清凉 那一天惊惭 我 年山荒荣 又那一天不想 小婷 时间差不多了吧 流墨者上去有十五分钟了 小姐 那去把红爷哥叫下来 好嘞 那咱们也去看看这出好戏吧 好